- 否則會有個問題? - 對不對?還有在講什麼? 單位順,你看這個傢伙都有在聽 因為你會寫P等F乘一等TK乘,這個你會嘛 可是單位寫,那你就從最延遲的聽以來 如果啊,P叫做T分之W嘛,對不對? 那我以SI單位來講,SI喔,SI喔,SI,SI叫什麼? 國際恐怖字嘛,MKS這個絕對單位啦,對不對? 好,你會說的單位是啥嗎? 蛤? 蛤? 焦啊? 實踐的單位是什麼? 秒 所以是焦額除以0秒,焦額秒 那焦額秒,我們再紀念一個比焦額更偉大的一個人 這個人你絕對聽過 工業革命嗎? 蒸氣機嗎? 誰? 瓦特 對吧? 所以我們就紀念瓦特這個人的貢獻 所以他叫做瓦特 瓦特 瓦特就是一焦額除以每秒 一焦額除以每秒,什麼叫一焦額每秒? 我如果講中文 每秒 產生 或者是消耗 一焦額的能量 我們稱為一瓦特 消耗每秒 對吧? 如果你這樣想 你這樣想 來,注意看喔 我們說 如果這個 你講的 S.I.單位叫瓦特 那我說 P的F乘以V嗎? 我還是Si 我還是Si S.I.單位 S.I.單位來講 F的單位 V的單位是什麼? 公尺除以每秒 所以乘以何? 公尺每秒 可以嗎? 牛頓你曾從業跟你講過 什麼東西? 牛頓你給我交話 交話除以秒 跟他講 瓦特 所以如果你想要得到瓦特 這個單位 你的力量就用什麼? 牛頓 你的速度就用什麼? 每秒 多少公尺 有聽懂 請舉手 好 手方向 那你說 如果要怎麼圓周運動,圓周運動你要怎麼行? T,應該要什麼單位?我還是SI嗎? 扭矩,是不是扭正成公尺? 對不對?可以嗎? 卡側面單位是什麼? 弧度出壓 那這是膠嗎? 是,為什麼是? 聰明的小孩,弧度可以不行就是I嗎? 可以嗎?可以嗎? 那所有你出來還是什麼? 膠,可以嗎? 聽不懂嗎?可以嗎? 好,那只有這種單位嗎? 不可能,什麼不可能? 為什麼不可能? 因為我們單位制度有三種 一個叫什麼? MKS是哪? 一個叫什麼? GS是哪? 一個叫什麼? 這個PS是哪? 對不對? 好,那還有 除了這三個制度之外 還有一個東西叫重力單位跟什麼? 絕對單位 那你說,你這樣說 我如果P等於F1 力量難道不可以用公斤重嗎? 行不行? 可以嗎? 可不可以用公尺每秒? 行不行? 行齁 所以這一個也是功率的單位 只不過我們比較不常用而已 聽懂嗎? 那英字國家 會用F1S字 所以它的力量會用什麼? 大 長度會什麼? 尺寸 因為F就是半重 可以嗎? 啊你的速度就每秒多少英尺 可以嗎? 好 那這個我們常常唸中文的時候是 尺 磅 我們唸中文是這樣唸 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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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家有在注意到車子 這麼快就下車了 你有聽過馬力這個單位嗎 有啊 有聽過馬力的單位嗎 就像車子有多少匹馬力 或者是我們的引擎有多少馬力 或者你的工作機器有多少馬力 馬力大概就是 工業革命產生的時候 車子發明的時候 那他們想說這個機器到底有來不來 所以他們就去制定一個單位 制定一個單位 就用馬來拉拉看 所以是馬的力量 所以馬的力量馬力 馬力馬 這樣做什麼 HOR SE 力量呢 power 對嗎 power 可以嗎 所以我們請各自第一個字 這個字叫什麼 這個字叫什麼 平 所以叫一個 H平 一個馬力 因為你是英國嘛 英國英國大陣是用英字的嘛 對吧 我剛剛不是有講說有重力大陣嗎 所以事實上一個英字的馬力是550 磅 問題來了 如果18世紀19世紀20世紀初期沒問題 因為 那時候他們很強嘛 我講一馬力就550 十八 你大家都懂嘛 可是後來很多國家慢慢 強起來嘛 對吧 那我們就去推國際公正 那國際公正 明明我們現在SR是用瓦特了 是用瓦特 對吧 對吧 那你是馬力 我也是馬力 那你用 我們兩個的單位應該怎麼樣 是代表像550 那你用紙罷免 我用瓦特的難道不行嗎 用瓦特的難道不行嗎 當然是怎麼樣 可以 對不對 那你直接怎麼換算 這換算就要看你的程度了 就要看你的程度了 我今天要開始講 大部分我都講過 但是我相信我講完之後還是有 你不會懂 550要不要保留 要 你半重先把它換算成公斤重 公斤重 一半重等於多少公斤重 公斤重比較重 還是半重比較重 公斤重比較重 很不錯 一半就叫0.4536公斤 對吧 那我們如果不要取那麼多位 叫做0.454 這裡已經變成公斤重了 變成公斤重了 可以嗎 可以嗎 可以 公斤重還不是什麼 瓦特叫做什麼 瓦特的意思是 焦額出什麼 你拿好嗎 焦額應該是牛頓米出什麼 你拿好嗎 對不對 可以了解我的意思嗎 我現在只換一個公斤重 我等一下再換沒關係 可是你的音詞要不要換成公尺啊 音詞要換公尺勒 一音詞等於幾公尺 你大概也會忘記的 對吧 對 一音詞 音詞比較長還是公尺比較長 公尺 公尺 一音詞是12英寸 一音詞是2.54公分嘛 那2.54乘以12是30.48公分嘛 所以一音詞是0.3048公尺 可以嗎 比賽比賽 那我如果也不想取那麼多位小數 我就成員了 0.305 可以嗎 截至目前為止 它產生的單位叫做 公斤重公尺每秒 可以嗎 到這裡 有聽懂 那誰有帶計算機來幫我按一下好嗎 你一定要按一下 你印象才會深刻 76.185 對不對 1585 1585 76.1585 慶慶慶慶慶 來 注意點 我們取到小數第一位就好 我們就不取到小數第二位 所以這樣76.2 76.2 叫做公斤重明秒 你一定要記住 你一定要記住 一個 HP 一個馬力 就叫做76.2公斤重明秒 OK嗎 聽啊 我喝了 我喝了 可是你還是沒有變成瓦特啊 對吧 那我想變瓦特啊 來 那你要怎麼變瓦特 左邊還是一個HP 76.2公斤重明秒 76.2公斤重明秒 所以終於有人講人話 乘以9.8公斤 計算機啊 就再幫我按一下 746.76 如果我們不先自捨侮辱 對吧 那我們一般乘起來 就叫做746瓦特 一個HP 一個HP 就叫做746瓦特 這樣了解嗎 聽啊 不懂 可是在計算的過程 746瓦特 是不是很難算 對吧 所以我們用大約的 746瓦特跟746很接近的數字 你覺得是多少 747 735 735 750 735 因為735 離746差11 746跟750只差4而已 你有意思嗎 因為瓦特實在太小了 一鳥一隻鳥啊 所以這個單位實在太小了 所以我們喜歡用KW KW叫前瓦 可接受嗎 可以嗎 可以嗎 那就有多少 那 0.75 0.75我們很少用0.75 我們會寫數 分數 4分之3千萬 4分之3千萬 我這樣講有聽清楚了嗎 好 我要把它統整回來 我講 一個英字馬力 正常的講法就是550 齒棒條 好 對不對 對不對 那摺算之後叫76.2公斤重米苗 對不對 可以嗎 就等於746瓦特 對不對 可以嗎 就大約等於750瓦特 這個就等於4分之3 哪 千萬 所以你要知道馬力到底有多大 一個馬力到底有多大 是這樣 好不好記 很好記 那問題是齁 這英國人當時很自大 可是我剛剛不是講說各國會結群啊 對吧 對吧 要看英國吃不爽 那你一拍想說746很難算耶 76.6 因為他們當時是推公斤重的公制嘛 所以推公斤重 76.6每次要算都很難算 那你怎麼辦 還是要算因為人家搶 對吧 啊 可是當大家都搶的時候 我不要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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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英國算你的 我們來定這個公制 啊既然都是馬力 這兩匹馬不會差太多 啊你要算的只是好算 所以你要去找一個數字跟它很接近 但是好算 其實有點要很難算嘛 啊我乾脆就叫做75公斤重米苗 可以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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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叫一個公制馬力 可是公制馬力你就不能再寫HP啊 你又再寫HP 那我怎麼區分 對吧 所以他們是在德國照看 那德國德語很難學啊 它叫做PS 怎麼唸我不會 公制馬力叫一個PS 一個PS 它就是從76.2去結取出來 就找一個最接聽的就是75公斤重米苗 可是你去思考 如果76點都一直算算算算下來 是746瓦克是750瓦克甚至3000瓦對不對 那如果75還會這樣嗎 會不會 當然不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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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換算一下 換算一下 就是75 乘以下 9點8 這出來 就叫做瓦克了 瞭解我的意思嗎 公斤重米換成牛肉米 就是瓦克吧 好 那這個算出來是多少呢 這不用按 叫做736瓦克 那736跟746只差10瓦克 公制哪個意思 735 硬支哪個意思嗎 745 就746 好 你寫745、746都可以 有的書寫735 有的書寫736 可以嗎 聽我嗎 好 那到這裡是有區分的 但是後面這計算沒有區分 它 一樣 找最接近它好算的 不會差那麼少 還是一樣起來 還是一樣是三千瓦 所以我們真正在計算的時候 不管你是工資還是銀資 我們都取得好 幾百萬 下去算 聽不懂 那這個大概就是 我跟同學介紹的馬力的單位 OK嗎 我有講的 公立的單位 公立的單位 你可以用法特 千瓦馬力的單位 好 那這樣我就全部都講完了 謝謝大家